书教官 我下午有特别重要的事 麻烦您能批准我出去吗 入营手段写得很清楚 书院要向主教官请假 那主教官在哪儿了 还没来 那 他不负责任 不能为难我呀 那帮帮 陪她展示的 你能别着信啊 你示范 找个人 那你给他发个微信去嘛 这不符合规定 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呀 但纪律也是死的 是绝对服从 喝点水吧 我不喝 喝点了 我想喝 请你到家了吗 一点灰烟的余地都没有啊 不行 我今天必须去钱少住了 那怎么办啊 偷跑 小小声 这刚点完鸣 一会儿半会儿呢 它是不会再点灵了 我就趁着大家 一起跑下山的时候 就偷偷溜走 不行啊 不行那也行啊 我只能堵一把了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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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师父 看什么呢 什么年头了 还有女土匪 想强点什么呀 我着急去人心音乐 您能烧我一段吗 我实在搭不到车了 上车吧 谢谢 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那个人心医院的医生 然后在这附近的特警队集训呢 你是做什么的 警察 跟你们单位还真有缘分 叫什么呀 我 我叫米卡 我 我叫米卡 我叫米卡 米卡 还有姓米的呀 我怕姓米我怎么办呀 米卡 你呢 我以为我赶紧感动 我这个人不会很简佳 一定要有了 你们就用我来 梵手 你还能不及地 我定得这么多 我跟你说 都是一个人分析 我不想想 可是我好像学的时候 你都听见了 你们想随着 Clint 继续的战场 脑袭一直用不妥后腿 还挺实在 谁教你们啊 竖教官 他怎么样 教得好吗 挺好的 兢兢业业的 稍微有点轴吧 不过听说他比那个 邢克蕾强多了 为什么这么说啊 邢克蕾是主教官 他一整天都没露过面 我觉得他特别不负责任 他在请家还必须找他签字 害得我差点没出来 那你现在是 我我后来是打电话请他家 我跟你说啊 这个邢克蕾 我今儿他也不怎么样 是吧 那你能私底下怎么说他啊 据说就是他 特别凶 然后在训练场上的时候 就以毁灭我们为其人 竟然他比见到鬼还吓人呢 他不会是你领导吧 凭什么他是领导 我是家属 你年纪这么小 怎么可能当上领导啊 你煮车了呀 怎么堵车了呀 着急呀 我把赶不上了 我把赶不上了 到了 那个我跟你说 秦克蕾的那个事 你别跟他说 要不然会倒霉了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 还有 我怎么给你钱啊 微信转账可以吗 不用了 我又不是来拉伙呢 行 下车吧 那谢谢你啊 那有缘再见 这米卡可以啊 这么慢还不归队 胆够肥啊 你俩干吗去了 我们在门口超市买冰棍了 你俩不是来立价吗 怎么 怎么在吃冰棍啊 我们骗了傻交官的 这团跑过了 真棒 不好意思 没事 谢谢 没事 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你是送我进城的那个好人 嗯 你也把东西 对啊 你回基地吗 回啊 那我帮你一块结账吧 不用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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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声队 来 行队 你不会是新客的吧 开开 你的人 我给你去找上了 愣着个马 拉铃紧急集合 是 李塔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手机被书交官收了 不然我通知你 来 那人是谁呀 张牌挺帅的 我真觉得 你跟书交官来 帅一个党呢 哪人那么话呀 安静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主交官 秦克蕾 今天先把他给吹了 张清清 陈晓燕 出列 操场十圈 再不动二十圈 我知道你们各位 已经听说过 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那我也就不用 再多说废话了 你们有谁想像 这二位一样偷懒 耍小聪明 混日子 我劝你们趁早走人 我也保证这样的人 拿不到结业证 既然没有人走 那就希望你们各位 改改新生的坏毛病 既然选择来到这儿 那就要遵守这儿的纪律 逐从命令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今天下午 你们有人私自离开营地 这个人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是一个集体 今天你们所有人 都要因为这一个人 接受处罚 刚才集合迟到十五分钟 全体都有 法跑失误犬 靠谁吃饱了撑的吧 对 向左 站 跑步 撑 快去 走 走 我今天有谁 他会回来 你们偵袖 那是谁 在这真正的 你不想让你 你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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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大老爷们儿跑几圈喘成这样 就给你们拉再去是别人救你 还是你救别人啊 到时候别再连刀都拿不稳 把人家大肠当盲肠给割了 跑起来 现在你们知道自己体能有多差了吧 来 全体起立 大型的灾区现场 我们公安 武警 消防 有的是体力 但我们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 而你们医生 却和我们恰恰相反 你们缺乏的 仅仅是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和体能 我们的训练 就是为了选拔出 拥有这样双重能力的人才 为的是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你们不是来玩的 今天有人说 我们的集训是形式主义 那好 从明天开始 我们开始真正的训练 全体的力量 各位辛苦 解散 我说那么好呢 还让我搭顺风车 合着是什么 挖好了坑等我跳 让你小心点小心点 还是被他发现了 那个鼠角鬼也是 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少一个人呢 还出去还撞上邢克蕾 那不就正撞上墙口吗 空穴不来风啊 这个擅自出营是我的错 但是 他明明可以第一时间就拆穿我 是不是 他专门作样地把我送出去 然后泄气地去窃听情报 然后反攻我们 这简直是太阴险狡诈了 阴险狡诈之急 但是你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 他不罚过我了吗 还要怎么办啊 你忘了上次我们系那个师哥 都没有拿到结业证 难道你想成为我们人心医院 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人啊 你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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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吧 你自己有多疯了 你自己有多疯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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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